走进地检署时还回头看了一眼 态度表现从容 但这一进去暂时没办法出来了 台南职业律师郑鸿威被检方查出 涉嫌替诈骗集团牵线 还找学弟们一起替集团的车手辩护 连同郑鸿威等六名律师 疑似都成为诈骗集团的护法 涉嫌协助当事人违法 因为检警获报 在去年八月到九月之间 北检侦办多起诈骗案时 郑鸿威接受委任并找来杨亚涵 李明杰 林聪豪以及张作权等律师 替车手辩护 从中疑似趁向法院调阅生涯郑鸿时 把应该要保密的侦查内容 回报给集团上层 协助串政 复训之后 郑鸿威 杨亚涵 李明杰 全遭积押金钱 侦查中的事项其实只有 律师他是对他自己的方式很负责 他其实不应该再把这个讯息 再传递给其他人 那如果这时候传递给其他人 那本身就很容易也另外涉及了 可能就是泄漏秘密堆之类的问题 根据法务部统计 2022年到2023年之间 有20件搜索律师事务所 其中有18件是律师涉案 甚至110年 全台有33名律师遭到纯解 111年有40人 其中1人被除名 不得再当律师 诈骗集团越来越多 律师接受委任之后 虽然要替自己的当事人辩护 但借现在呢 恐怕得要自己拿捏好 TVB新闻的罗洪章 叶俊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